昨天其實我有到現場 大約是從晚上七點到十點半 其實我看到好多讓我非常感動 你知道有一個小朋友 他大約是國小生 然後我在路上看到他 我就說你怎麼會在這裡 他說我的爸爸媽媽在這邊 我說你們從哪裡來 你知道他們是從伊蘭 爸爸媽媽下班之後 帶著下課的孩子 去到立法院去支持 然後我說為什麼你們要這麼努力 他說我忍不住啊 我忍不住啊 十年前太陽花雪域 因為我們反黑箱 那時候我跟我先生還沒有結婚 但我現在帶著孩子來 就是因為我再一次看到的黑箱 那讓大家非常的不服氣 所以我剛剛認為昆芸大哥所說的 昨天的那個人潮 其實是黃復興逼出來的 黃國昌 你背棄了十年前的太陽花 傅昆琦 徐巧欣 因為你們散笑台灣人民 昨天那個人潮是為你們出來的 而接下來禮拜五跟下個禮拜二 可能都還會再聚集一次的人潮 那一些人潮就會是為了法案而出來的 你知道上個禮拜五跟這個禮拜二 因為法條實在是太不清楚 到底在吵什麼在亂什麼 為什麼這些法條跟人民有關 人民搞不清楚 大部分的人民會覺得說 國會改革很好啊 讓國會更民主 讓國會更透明 一定是人民支持的 所以大家都會不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禮拜五跟禮拜二在吵什麼 可是這幾天 他們通過的法案陸續揭露在陽光底下 大家覺得荒唐至極嘛 你的國會改革怎麼可以去侵害到人民的權利 你看第十四 第十七條 他是侵害了監察權跟司法權 他說這個調查小組可以要求政府機關 部隊 法人 團體 社會有關係的人 五天內提供相關的案件 再來四十八條第二項更可怕 當法人 人民團體 社會有關係的人 違反了本條 不提供相關的文卷拒絕隱匿的時候 立法院院會決議喔 不是行政法院決議喔 是立法院的院會就可以決議 除一萬元以下 十萬元以下的罰還 而且連續處罰 罰到更改為止 所以這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社會有關係的人的 你我是不是 我們都生活在台灣 我們是不是社會有關係的人 所以只要立法院看你不順眼 就可以調你來問 你不來問 你不提供相關的資料 我可以處罰你 所以企業是 台積電是 然後相關的外資是 你我都是 只要你讓立法院覺得說 你應該要來說明 而你不說明 你都要被處分 那剛剛昆玉大哥講說 他如果說有意見的話 要跟誰申訴 要跟誰訴請估服 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說 判決是你在判 怎麼會是我來議議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都是荒腔走板 而這樣子沒有品質的法案在訂定 我們要看看十年前抗議黑箱的黃國昌坐在哪裡 他坐在主席台上面 在直播 在散笑過去十年前跟他一起站在街口 在抗議太陽花 在抗議服貌的那個黃國昌 我覺得這真的 所以昨天大家 我真的走在路上 我十點的時候 大約是在這個 紀南路跟正江街口 你知道好多的人 在那個地方要等誰 要等黃國昌 他覺得黃國昌隨時會出來 他要把黃國昌攔下來 好好的問問 你為什麼可以同意 不清點人數的立法院 不處理三會動議的立法院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不給發言的立法院 他覺得這樣子跟你當時十年前的公開透明 你所追求的公開透明 你追求的不黑箱這件事情是一樣的嗎 所以很多人都在等黃國昌 在酒店的現場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